婦女節目中的主食環節 可以說是不少升級大廚的搖籃 三姐, 燒瘦香, 廚藝精湛 她從五間節目時段 煮到晚上黃金時段 江美儀一起拍照 開班教授女人必學一百道菜 疫情期間 三姐又跟大家分享 三送一湯的悲劇, 非常實用 三姐, 這些湯料真的要熬熬 所以已經準備好了 是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們介紹 裡面到底有什麼湯料呢? 我們今天用很漂亮的海參 骨膠原, 是不是? 湯底剛才是用這些材料靈芽 對, 這個湯底有雞, 有響螺 我們會這樣放進去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很響 我們要放我的胡椒粉 這是我磨的胡椒粉 肥媽說很想喝湯, 肥媽 很響人 好, 搞定 吃湯, 喝湯 太棒了 真是客氣了… 很好吃 三姐, 下足料 你看到你的蠔這麼大, 我快要煮過 真的嗎? 當然 不是真的 我看你比較害羞, 比較靜 你控制了我們這一群… 她哪有害羞, 你不知道她怎麼出來 她是從美女廚房出來的 美女煮多難吃的食物 她都覺得不好吃, 這樣就出來 我一聽你說話 媽媽對你的評價 你有什麼反駁? 是真的 因為一拍攝, 我有點緊張 但一拍攝, 你們都知道我是… 其實你不是一個害羞的廚師 不是… 是不是小龍牙比較害羞? 真的挺害羞 所以特別要說廣東話 現在比較好 很多 以前的廣東話 好像一個五歲的小孩的廣東話 現在呢?有六歲了嗎? 我想起到八、九歲了 八、九歲了… 希望你快點升中學 好 謝謝黃金盛宴 令我再次回來武校 還可以重遇一群好朋友 過幾月前, 我出席她的婚禮 就是見證了她的甜蜜 她是韋哥, 陳偉 韋哥, 陳偉 在戲裡演技有多好, 不用多說 但是韋哥的味道裡面 她的廚藝一出, 馬上引起高度關注 我們現在立刻出發, 去找食材 出發… 哪裡有食材, 哪裡就變成韋哥的廚房 不是高手, 又怎會有這種實力 難道她有一本獨滿食譜 也要告訴你嗎? 有愛情滋潤的人煮的東西都特別 充滿色彩斑斬, 又是士多啤梨 又是蜜桃 其實是蜜桃士多啤梨生炒骨 這道菜好像有點典故嗎? 對, 其實七月份時 有一套劇叫《回歸》 裡面, 我的老公… 你的老公是誰?葛順安 葛順安, 對 他是煮這道菜來燒我 我們爆一下人生 據聞, 你有本斯加食譜 你怎麼知道? 你還是親手寫的, 不是印刷的 有時候看電視, 看了有什麼食譜 我很喜歡的味道 你小時候演藝嗎? 對 不夠, 對 很厲害 蜜桃 士多啤梨 很香, 很開胃 來了 是 好, 我是證明的 一粒也沒有彈出來 是一粒也沒有彈出來的… 煮完了 韋哥, 蜜桃, 士多啤梨, 生炒骨 給陳先生吃 陳陳年婚, 乾杯 謝謝陳太太… 謝謝陳太太… 其實這道菜都像在賓院上吃的 謝謝陳太太 通常要是放肚子, 要是放士多啤梨 要是放茄汁, 要是放茄汁 他三種都放在一起 陳先生能跑到哪裡 很好吃 很好吃, 謝謝 我很想要白髮 童年回憶全都回來了 我跟韋哥不是童年回憶 而是拍劇的回憶 我跟他拍《心功計》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比拼 每一場戲 當萬歲 是嗎? 你不記得嗎? 今天我萬歲, 全部人喝東西 明天他就萬歲, 喝東西加吃東西 我心裡豈有此理 然後我就喝東西吃東西 再加蛋糕、餅乾 然後他說煙花… 聽者有關… 今天有人萬歲了 Jerky 是 你做什麼? 我會做一個… 美女包 你肯定你全都跟女生有關 對, 都是 美女碗仔翅 我也想的 美女碗仔翅 我老婆的碗仔翅 西方你會做碗仔翅? 對, 我覺得是融合 半人半鬼 這個碗仔翅其實代表這件事 好, 先來看看你的影片 好 以專業身分殺入電視界的名廚 Jerky, 奇蹟奇是其中一人 做美女廚房的評判 令她人氣急升 每次品嘗美女們的暗黑料理 仍然能夠保持鎮定 你們這些傢伙真是不懂得吃細橙 白白 觀設她風趣幽默的風格 專業地給出分數, 實在是很難得 看完你的影片, 我不是很想跟你說話 原來你真的好像以前吃的 叫什麼, 皇帝 每個美女廚房都在餵你 那個師父真開心 雖然不好吃 但有美女餵, 馬上就變得好吃 你做的就好吃 不過你不用餵我們了 我們可以吃的 好 那你現在做什麼呢 碗仔翅在這裡 這個是我改良了一點的碗仔翅 我們用黑毛豬 還有湯底 我們都是用黑毛豬的骨 去熬出來 是… 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只有36個月的白白蝦 炸脆, 再裝飾 再放在表面 對 我以為你會有魚肉和生菜讓我選擇 白白蝦也不錯 對, 真是貴 黃金成縣是對的 對, 特地為這件事而做的 今天如果我們在桌上 牽個美女最適合你 就是… 只准選擇 Amanda 因為我們都是… 現在是什麼意思? 用意偷偷 聽聽了嗎? 為什麼只選Amanda 我肥媽不知道要問什麼 這樣就對了 慘了, 你真是… 閃閃也慘了 你花心 你不是做廚師, 你應該是做… 是承認的 先煮完它吧, 拜託 你死定了, 死定了 回家, 今晚很可憐 今晚很可憐 這個很有特色 我想做一些菜 代表這件事 但同一時間又… 又要上大桌 對… 好的 太好了, 完成了 謝謝 謝謝 好, 辛苦了, 姑爺, 不… Jacky 這個真是融合的, 不用來吃 對… 我們馬上嘗嘗, 好嗎? Jacky的太太也是中國人 對… 所以會將中西合璧 對 比我想像中好吃很多 最簡單的東西才是最好吃的東西 越來越簡單的材料, 越來越難做 然後Kent呢 Kent的菜式其實也是很平常的 對, 鹽焗魚 我們用菊花來鹽焗 那菊花味就全都入到魚 這個很好… 而且心裡的土 我們用菊花醃了一晚 土裡面 他剛才說… 在我心裡… 因為他自己花心, 你明白嗎? 他覺得… 我覺得… 你也應該這樣 我告訴你, 應該是花心 我告訴你, 阿Kent 你走不走 媽媽一來演說你眉絲小眼 對 轉題… 現在還要加上花心 我們要付這樣的尊容 怎能有得花心 就是你這樣, 尊容都花在那裡 當然不用了 這樣才恢復 到底阿Kent 憑什麼這麼花心 我們先看看影片 繼2011年的大廚出馬 TVB另一個專業競賽廚藝節目 就是主戰 參賽者譚姨健, 阿Kent 用彩虹比喻人生 希望透過這場主戰 將自己退色的人生 恢復色彩 他堅持以創意和技術 去挑戰自己 最終成為冠軍人馬 阿Kent, 我先驗明 看看是否真的有菊花味 好, 校長, 你先煮一下 真的很香, 菊花味 味道最香 我們現在把鹽打爛 那種香味更厲害 是 焗多久? 半小時左右 將餘溫慢慢進去 即是菊花鹽釀在魚桃裡面 是 對, 花就在你心裡 我看你起了皮 為何我們只要肉 對, 我們只吃肉 不要皮嗎 不要皮 肉很嫩 對 其實我們最後會拿出 外面的菊花鹽去撕神靈魚 令它真的可以吃到菊花的鹽味 我們會按摩的 按摩? 對 要不然會怕太鹹 對 如果需要這個鹽, 就可以碰 好 太好了 謝謝… Kent 謝謝… Kent, 我看見主要跟他聊天 他也不太花心 很滑, 他自己的倒魚好入座 他煮的魚有漂亮的名字 叫貨櫃花 很貴 是嗎? 放到汁 很滑 牛肉真的挺滑 很滑, 很滑 很香 而且這道菜, 看上去 顏色比較簡單 對 但入口的味道其實很濃 對, 很濃 很痛苦, 因為它很牛油的味道 對, 反應不錯 檸檬牛油汁 但有點… Kent, 我很怕牛油 我也是吃了兩口 真的很漂亮 謝謝… 真的沒有人來吃 是… 恭喜你,Kent 謝謝… 不知道下一個甜品 有否有牛油呢?小童 對 沒有, 因為甜品很簡單 蛋白、糖… 就是這樣 其實你一直都有中文名字 但很多觀眾都不知道 請你現在說一次你的中文名字 龍月心 媽媽, 她的英文名字是甚麼 Dragon Moon Amanda S,龍月心 由命務變成甜品師 再成功創立自己的甜品品牌 她的廚藝 早就在美女廚房表演過 因為獲得評判罕有一次包分 而聲明大躁 基於她對甜品的熱愛 她還特別遠赴法國著名的廚藝學院 接受專業甜品訓練 以優異成績畢業 小龍, 你這邊令我搞得很恐嚇 又有溫度計 這個就是糖和水 糖和水 那這些呢? 這是蛋白 蛋白 這是巧克力 紅色的巧克力 就像那些花盆 那些花盆? 對 所以這些花盆是可以吃的嗎 對,可以吃的 那些花呢? 那些花也可以吃的 那些泥呢? 裡面有忌廉和巧克力 這是巧克力嗎 對 你不是做棉花糖嗎 對,我會做棉花糖 放在士多啤梨上面 對,溫度夠了 倒進蛋白裡 對,然後煮溶這個吧 對,芝拉丹,真的很加分 又加分嗎 立即再加分… 你可以倒進去 這樣就可以倒進去 對 原來挺好的 你超級有不珍負 你給你撒傘,我馬上滑出去 這個就是做那個盆 是 你真的要很細心 要很細心 那這個其實是否可以吃的 這個已經是巧克力 現在這個放在雪櫃裡面 變成巧克力 不是,就這樣吃,很好吃 從來只有我送花給女生 我竟然今天有一個美女 甜品師送一個士多啤梨 你戴了一頂帽子 這個很有趣 那我們拆進去吧 對,拆進去吧 拆進去 太好了,完成了 乾杯 謝謝小龍 小龍的甜品很可愛 媽媽,很舒服 很棒… 你們先去叫韓國 夠了 謝謝 她有點酸和酸酸 對,很好吃 我們可否吃個花盆 可以… 原來這邊很一層層 大便 棉花湯當然好吃 但這個才是主菜 對,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才是主菜 好吃 謝謝… 今天真的很開心 我們九位星廚 小豉牛刀已經吃得我這麼開心 可想而止,你們在我們黃金盛宴裡 發揮你們的小宇宙 做出來的菜式更得了 沒錯 我們非常期待 我們在這裡就代表黃金盛宴 預祝TVB55周年 生日快樂… 在黃金盛宴裡,個個都是僧主 這次跟他們合作 嘗試可以拆掉什麼火花 每位廚師都很出色 而我想讓大家看到的 就是我的用心 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 最初這次我是用一個模特兒的身分 來TVB拍攝 這次我是用一個甜品師的身分 做一個很漂亮的甜品 慶祝TVB55周年 對我來說是一個史無慈例的挑戰 希望將我所認識的東西 和我的能力可以令到 這個黃金盛宴更加精彩 黃金盛宴,九位升儲助 由頭盤到甜品 每道菜式都一絲不苟 我會讓大家看見